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现在来讲就是资料的所谓的汇变 什么叫做计算 计算什么 那就是所有的地方上头每一年都要把地方上头的东西数量表格化 什么叫数量表格化 包括几样 第一 人口增长 死亡 为什么 少一个人就少一个人头税 国家收入就少 多生出一百个 那这样子就可以养活一个教师 国家的收入就多一百 所以第一个就是人口的增长 死亡率一定要统计 第二个很简单 那就是税多少 地方到底收到多少税 因为有的人可以逃税 对不对 税 一样是交的所谓的实物 实际的物品 两样 今年到底抽到多少股量 你要告诉中央 整个县 整个局 多少 告诉中央 一律要统计 所以 古代的话 最讨厌的 老百姓最讨厌的就是 专门管税的税吏 这是天天压榨百姓的 所以百姓恨死这群人 可是又怕他怕得要命 所以 如果你能够每次上缴中央 多少多少钱 好比说以道路来讲 上海 整个的所谓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里头的税 纳税率它几乎百分之七十 上海光了 整个大陆经济就垮了 所以上海难怪很拽 当然 你们靠的是我们的在支持 这就如同我不知道 台北还没有这种夸张现象 但基本上我相信 在整个台湾的每年的所谓的税收 仍然是以台北市的税收居的最高 因为它人口比例最高 占的分量最多 将近十分之一 台湾的人口都挤在台北 第二 这边里头的高收入最多 听懂这个意思没有 所以那就很好 税收很要紧 你最后不能从老百姓那边炸到更多的油 挖出更多的骨子 那就代表你没有能耐 没有能耐这种官员 就常常最后会被罢官或降官 这一切都是数量 所以都要积 再去把这些人的状态 你相信这些人的状态 你还会遇到这种级 你会遇到这种级的状态 这些人的状态 你会遇到这种级的状态 但是你会遇到这种级的状态 如果今天地方上头有很多偷鸡摸狗的那些案件都没有办法处理 就代表你无能 你能在这个地方偷鸡摸狗的发生十件案件 你能解决九件 并且纷纷最好案子都结了九个 七个砍了脑袋 两个他妈关在监狱里头 好 能力 能干的能 官吏的力 这些通通要统计 按照这种统计 我们他妈现在的法院里头的话 一般的某些法官通通他妈全部要罢掉 堆积案件累积他妈这几年 一个案子他妈可以省十年不断啊 搏上去高院再搏下来 那当然都是那些混蛋法官收贿了 这在古代那还得了啊 马上他妈立刻罢关 所以寄书就是指的这种地方行政时候 每年要跟政府报告的会计方面的书 会计方面的文书档案是指的最主要的话 人口生育死亡的计算 税收股粮收纳的计算 以至于司法案件处理的计算 这一些东西是最要紧的东西 他一定要告诉上级 他一定要告诉上级 那也因此就可以以此进行对于官员的考核 假等一等兵等 考核好的 那么当然就升迁 考核不好的 那叫罢免 将官 好 这些档案其实是与所谓学术没有关系的 他写的这边其实是我讲过 所以叫废话 他现在真正要讲的 他是这样子的 是在于一个 到了汉武帝的时候 确确实实开了一件事情 这就是下头的 开献书之路至写书之关 对 这个时候 汉武帝他喜欢搞把戏 就是汉惠帝只是解除禁令 并没有鼓励 就是消极的做了 并没有积极的鼓励大家读书 或者是鼓励大家流通书籍 汉武帝正式正面鼓励 颁布了一个人 请求天几家人献书给中央政府 虽然汉书里面史记都没有记载 究竟有没有奖励条例 听不听得懂 献一本给你多少钱 或者论积论减数算 或者就是按叶数 现在古代没有叶都是减 按减数算或者是按重量称都不知道 但反正我相信一定有奖励条例 否则没有人会把自己家的宝给拿出来的 我说是宝 那当然这只是我主观的说法 客观的说法 那要因人而立 因为你根本不喜欢书 你咱怎么会看这种书 对你而言 那是负担 而不是宝贝 那么现在 他 你爱书 你爱精神文明 汉武帝更高明 用物质文明诱惑 你爱书还是爱钱 跟我讲 自己老实跟我说 我可以老实告诉你 我绝对要钱 我没有什么多少书 但把我家那些书卖一卖的话 如果的话 有人愿意出高价的话 我绝对都卖掉 作为了养老金 所以献数 献数 那些书就可以得一笔钱 老百姓是现实的 尤其在汉朝初年经过的话 长期的所谓的战争 所以一般老百姓的经济情形都很差 在这个时候 书本远不如现实的精英来的重要 所以他情愿得到这些东西 所以现实之路 但是我讲过 这个东西史书上没有明讲 没有讲 就是有奖励的条例 完全没有讲 但是可以推向的出来 一定大概有才对 否则人不会凭空献数出来的 不要以为那么多人爱护文化 下面那个东西 更是所谓古书上完全没有讲 隋书的作者是按照后代的东西想法而后推断出来的 但我觉得也合理设置了写书之官 这是他根据他当代的情形 所谓当代的情形 就是我们讲过隋书是唐朝初年写的 是不是 他根据隋唐时候的状况推向汉代也应该是如此 什么意思 就是回到刚刚里头的问题来了 什么问题 你爱金钱还是爱书籍 好比现在他政府颁布 鼓励天下人献猫 你爱你的猫咪还是爱那笔政府的赏金 或者献儿子为国家做壮士烈士牺牲 还是要金钱 你把孩子捐给国家 才五六岁 甚至只有三岁 由国家培育起来 就成为一个赶死队 因为他是国家养大的 吃国家的奶喝共产党的水 每个政府都干啊 你不要以为稀奇啊 英国 但是也有当然少部分的人 他可能会爱惜书本 而不愿意把钱交出去 更多的人其实应该是余熊掌他希望兼得 所以政府就会办了一种事情 就是你把书献给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腾一本给你还给你 原本留在中央政府 副本交给你 所以你又得到钱 可是书还是可以留下一个copy 愿不愿意 那当然 个个都马上就去信了 对不对 这就是聪明 隋唐时候是采取这种方法 他以推想汉代也是这种方法 汉代其实应该没有 也可能当然有了 不敢说完全的决定 但至少汉朝没有那实际汉书里头 没有这样子明确的记载 这集叫做制写书至关 这个东西第一个是强调它的来源 因为他开献书之路 既然希望人献书 免得一般人在所谓物质金钱的诱惑 以至于精神心灵的爱好 两者之间挣扎 所以他就设置了写书之关 让你愿意献给政府 你可以得到赏金 但是同样你还可以保有你的原书的副本 原书要归给中央 第二 制写书之关 它还有一层意思 如果认为它不是根据隋唐所谓以后律古 以后代来想象古代 法律的律 以后律古 它如果不是 好 这当中是有一个事情 那是什么 就是献来的书籍 有的已经太老太久 怎么办 献来了 我当然要给你钱 赏金 政府不能没有信用 但问题是这本书献来以后 政府也知道 如果按照眼前这个样子 保存不了几年 就不得烟灰灰灰灰灭 怎么办 只有重新腾写一遍 听懂了意思吗 照这个原本放在新的竹简上头 再抄一次 这就叫写书 在这个地方就要讲了 这个地方的写字用的是先行最早里头的用法 这个写不是书写 一般讲的书写的写 书写的写 其实书写的写 其实就是这种用法 写在先行里头 只有两种用法 第一个如字读 就是这个写 意思 模仿 copy 第二个 第二个 改字读 不要按照这个字一般念的方式 好 这就是宣泄 所以先行诗经里头 就是说写信 这个字不能写信 写信 把我心中的心情全部宣泄出来 写书之冠 意思就是照原本照模照样的同一遍 原本里头这样子写 有这一遍 我就写这一遍 原本里头 它这一行超十个字 我就只超十个字 下头一行超十一个字 我就照超十一个字 就是根据原本一模一样的照写 这样子的模仿模拟就叫做写 写书就是拿根据它的线上的原书 然后照模照样的继续腾抄一本 你了解这个东西 你才会知道 你们现在一天到年轻人用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走过外来语 写真集 现在你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日本人保存了原划 真实的在这儿 写真那只是模仿 照片 照片不是本人 不是本尊 写真就是模仿它的原始的实体而后的照相也好 露营也好 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写真 为什么叫写真 上头有没有字 不就是图片 这就是跟你讲的 笨得很你 没有水准的 这就是写真 不就是不写真 那就是写真 因为这个写原始就是模仿 照样 有样画样 有模画模 这就叫写 所以他这是写书之关 当时告诉你 外头就是在宫廷的外面 有太常 太史 博士之常 太常这当然是没有问题 这个是在当时的九卿之一 用现代话说 专门管礼仪方面的事情的人 太史就是在专门管皇家 天子当案那些事情 博士是专门的话 是给皇帝的话 作为资讯意见参考的人 这些地方他们当然都会藏了一些书籍 在宫廷当中有严格广内密室之符 这些说法老实不客气 他纯粹是做对账的句子 有没有这些地点的名称 真是天晓得 严格广内 这八层都是他造出来的东西 就是里头的东西 那个空间很大 内部的空间很大 所以叫广内 严格 那这个东西说这个的地方空间很长 空间又大又长 密室 这个东西是不对外公开的 所以他就称之为密室 他把书籍他告诉你这里头都有这些的所谓辅 辅的意思对上头的藏就知道 辅就是收藏的地方 位置辅 这些地方他可以有收藏了很多的书 司马谭父子 就是司马谭跟司马迁父子 世代居于太史之官 那么转彩前史 这个彩当然就是所谓彩节的彩 不需要加踢手旁 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 这个的所谓彩不是无彩的意思 就是所谓彩则的意思 上头那个东西就是代表一个爪子 看是不是像个爪子 那个的爪子在木头上彩东西 OK 这就是所谓的彩 他现在把彩节古代的那些材料 而后撰写在一起 段子宣皇带于孝武 带直于孝武 所谓的宣皇 这是他叫弯子说话 没有说错 他从皇帝写起 直写到经上 就是孝武帝 由于皇帝又叫 在古书上称之为宣元氏 所以他用宣来代表皇帝 那为什么叫皇 这又是因为莫名其妙的事情 后世一般的情形 至少史记是如此 就开始 皇帝是属于虎帝当中的第一位 史记的第一篇就是五帝本纪 五个帝王的本纪 这五个皇帝 记住 开篇第一个就是皇帝 所以他说段子 宣皇就是段子皇帝 但是现在一个问题就在于这里 皇帝究竟归属在五帝的第一位 还是归在三皇的最后一位 自古以来就有不同意见 都无所谓的事情在我们看 对不对 就算你是老派的 还算是新派的 就是你是七年级的 还是八年级的 其实没有什么差别 你是七年级的 你也是七年级的最末位 你就算是八年级 你是八年级的最头 没有多大差别 三皇的尾巴 有的人是把皇帝收到三皇的尾巴 有的人是把他收到五帝的第一头 这两者有不同的说法 所以他现在的说法 就把皇帝算作三皇的尾巴 因此他就叫做宣皇 就这样来的 五帝算哪五帝 不知道 因为就要看皇帝怎么归属了 皇帝被踢出去以后 按照底下的话 那就得要加一个人 填补原来皇帝站的位置 如果把皇帝给拉下来 算五帝之一 那么就要把一个人给挤出去 三皇就得要想法子 塞个人进去 这些都是由的人去瞎掰的 你不必去理会在这种事情上 反正就是他起自于皇帝 直到经上就是下五帝的时候 换句话说 实际的最伟大在哪里 马上就看出来了 写到当代史 写到当代史代表什么意思 有gots 你敢写当代史吗 我们在台湾当然没有问题 但如果二十年前你敢写 他把蒋师父子在位的时候 你敢写他们的事 他们的丑事一堆了 我们台湾现在当然自由了 所以没有问题 尽管去写个当代 骂李登辉就是个卖国贼 是个到底的日本狗 都没有问题了 陈水扁贪污可以找写 马英九愚笨无能可以找写 中国大陆你能写 什么都不能写 你连辛亥革命都不能随便写 因为你把孙中山捧太高了 不得了 这等于压低了共产党的气势 所以他拍的电影是叫什么 走向共和 那就是他不算建立共和国 他只是建立共和国的开端而已 革命的先行者 我应该没有说错 你敢 他还不是当代 他是所谓的现代 你写到当代 他就是能写到习近平 习近平他妈就是一个到底的独裁者 这是第二个混蛋的毛泽东 你敢这么写 太史宫就写 皇帝还活的 所以我讲过叫金上 下午四等他后来死了 我们现在才说 当年他写的就叫金上本期 当今皇上 他的事情 在皇上这个独裁者还活的时候 就写他的事 把他的所有的做得对的也好 不对的也好 他的糗事也好 他干的恶事也好 全部给你写下来 你敢不敢 他就敢 这就是太史宫永远名垂千古极其伟大的地方 后代没有一个人敢 所有修史书都是等着朝代已经结束 后代才修前代的当代人 绝不敢写当代的东西 好 现在就要讲到这个了 至于下午 好 密藏之书 然后他就说 他这些东西 其实说了万听废话 我讲过 这都是当中插出去的 就是当时到了 你们可以把五帝制太史公命天下纪书先上太史 父上丞下 这个去掉 你也可以把这个所谓司马谭父子世居太史 做史记一百三十篇 详其体制盖使官之就业 去掉 根本不必理会 因为这都是截断文器不相干的鬼话 基本要紧的就是 他开的现实书之路至写书之官 并且有好几个地方单位都可以收藏 不论外头 不论里面 就宫内或宫外都有 好 这些书籍到了孝武帝的时候 密藏之书的话 颇有王散 废话 当然王散 王基本上消失 散当然就知道 散开了 那就什么意思 本来是完整的一本书 一个册子 经过了这一段时候 绳子都断了 最后掉的满地都是减 各位就想了 你们没有想到这代表什么意思吗 你只管字面翻译 这就是永远没有脑子的地方 清华这就是很有意思 包括了现在一些学校 两岸都是这副死样子 我倒不是觉得有任何奇怪 就是喜欢动则来举行讨论课 还逆向教学 现在他妈学的狗屁不通的皮毛 讨论什么 你先跟我讲 你讨论什么 你什么东西都没有 你在以什么东西进行讨论 讨论的前提是 你现在要有东西 而且你能看出问题才能讨论 否则那就是在凭空瞎聊 我提了一个问题很简单 古书里头的那种 所谓的那种书籍的编撰方式 合理不合理 你现在知道那方式 你根本对人知道不知道 你怎么讲 古代的书籍的来源 最主要是从哪来 你也不知道 你讨论什么 什么逆向教学 可不可以逆向教学 可以 可不可以讨论课 可以 前提要建立在一个 这就叫做所谓的 道地的叫做 学皮毛邯郸学部 我受的训练是欧式的训练 尤其是英式的训练 英国都采取这一套 那种课叫做tutorial course tutor 这是所谓的 你们很少用得到这个词汇 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 私人教师的意思 导师的意思 tutor 这种tutorial course 有一个极要紧的特色 那就是不上课 就是一个导师 跟他自己的所谓导生之间 彼此的话谈谈学问 一个月说明只建议一次两次 就跟你们的理工课的话 有时候可能一个礼拜一次meeting 这都太平凡了 在英国的话 那个东西基本上有时候没有这一套 这种课的前提是建立在什么上头 你知道吗 学生都是天才 这个上头 就是他一定要是达到上级 就是如果九品来讲 他一定要最起码是上下第三级以上 就是英文考鉴定 就懂了吗 他一定要达到这个所谓的第七级才可以 第二 这个学生他非常的用功自己 非常努力 该看的都看了 该想的也都能想了 而后这才能跟老师进行讨论 而且就像聊天一样的 老师抽着烟斗 学生也抽着烟斗 两个人在面闲聊 这才是前提 请问 你认为你的资质是什么吗 你有到第七级吗 我们不必自辩 包括我在内 大概普通就是五到六这个程度 中庸吗 第二个 你事情有 该把该看的书知识都有了吗 你什么都没有 我毫不客气讲 你几乎什么都没有 准备上过我的课的人 有些人知道一些 什么都没有 你能跟我讨论什么 真是荒荡 你就等于今天叫一个 跟一个他妈的小学生 或一个幼稚园的来对谈物理 讲什么呢